桃園市21号公布确诊者足迹 进见复兴区脚板山商圈 使得复兴区居民人心惶惶 纷纷询问公所何时设置区内的检疫站 防毒疫情蔓延山区部落 但复兴区公所至今人没有设置动作 公所也是有苦难言 盘田北部原乡地区检疫站设置情形 新竹五峰跟尖石通往部落的道路较为单纯 设置一处检疫站就能网罗大部分前往的游客 而新北屋来设置三站 也大致能有效为部落把关 这些人力来源大多是公所同人或乡内志工 而放到复兴区来看 局长表示复兴区共有五条交通要道 加上检疫站人员轮值 共要动员七十五名人力执行 但有没有人愿意前往 也让公所伤透脑筋 现阶段附近区透过劝导露营及民宿业者暂停营业 以及关闭风景区减少游客前往 但这还是让居民担忧 也希望公所再想想其他配套措施 守住复兴区的健康安全 有些希望R156桃源复兴采访报道